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个世界有多甜 全顾平凡的少年 欠你的笑颜地就转一圈 好把一辈子晕眩 别偷听我的心愿 我想他已经零眼 等路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 前程孤单的终点 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天高不远 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只眼 就让各自去乱天悲伤送给诗篇 我明白总有些遗憾只能亏欠 但求着本旅途中张喜悦 感谢你说你恨了一句 陪我抵达明天 那个夏天淮南从四大校园 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消失 百丽也为了追随新恋情 离开学校 跑到贵州去当志愿者 几乎所有人都积极投入 毕业后的工作问题 找寻自己的定位 纯真懵懂的大学生活 似乎一下子就换了景片 悄悄结束了 来 来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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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 站好 站好 站过来 帽子都歪了 歪了 大哥 放我家 你把这衣服弄好啊 来 走 过来 过来 这边 这边 站好 这边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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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整理衣容 同学们 看这里 马上要拍照了啊 好 拿好毕业证书 一 二 三 毕业了 词曲 李宗盛 这个世界有多甜 坚固平凡的少年 欠你的笑颜 地球转一圈 好把一辈子晕眩 别偷听我的心愿 我想它已经临烟 等路边的黑夜 输给地平线 前程孤单的终点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 将未完的语言都实现 锁在日记收写的思念 你发足狂奔 你发足狂奔 敢来拥抱我的长肩 我不管他们说 多少只黎明言 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只愿 只求这场告白不算谎言 感谢你说你恨了一句 解开一切悬念 滴答 滴答 我们的遇见 我们的遇见 滴答 滴答 我们就永远 我感谢您的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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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 也许每一步都是瓦解 不过时间问你怎么学 麻烦你的心 可以偏向我的这边 我不管他们说 多少只黎明言 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只愿 就用这青春的手烟 散一永远的月 我明白总有些遗憾 无法熄灭 只求这场告白不算谎言 感谢你说你喊了一句 解开一切悬念 十五年漫长的暗恋等待 换了一场倾心相许的恋爱 这次我期许 在分离后的我们 会为了彼此而成为更好的人 直到重逢那天的到来 被伤送给诗篇 我明白总有些遗憾 只能亏欠 但求这份旅途中张喜悦 感谢你说你喊了一句 陪我滴答明天 滴答滴答 你失而不见 滴答滴答 你百看不厌 你别想派遣 你别想派遣 你去派遣 你不得来 你不得来 把你房间随着 住所 的家长夜 派遣 她在我一家门 这次都说 请离婚 顾大律师可是老板死对着 您这下子分分钟就晚还一面了 简直大快人气 醒了 不说了 小张 对了 下周那个租房缺分案就要开庭了 提前把相关的合同 还有文件都准备好了 知道了 另外 那业大城集团刘经理 想约您这周五下午见了面 周五不是有 公益法律服务活动吗 对 服务农民工的行动 您原来是有排场行动的 这个肯定是要去的 再跟罗金理协调其他时间吧 好嘞 今天辛苦了 应该的 江大多家这个时候 怎么有空打给我 搞得起完了吗 再忙也不能忘了 我们的洛大律师 是不是 而且呢 我是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你 你赶紧给我安排个时间啊 行啊 没问题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按时收费算你九折 才九折 妈呀 我这个月稿费还没下来呢 我要是再付你那个天价执行费 我要吃土了我 罗芷 大明湖畔的江百丽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行行行 你别演了 你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 我就免费给你排邮简单一次 快上车 先去小区里送货 晚上还有说明会 抓紧时间 系好安心带 我们出发了啊 小心头 小心头 人太高强太 这是几楼啊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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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六楼 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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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谢谢 等 等 等 我掉了 等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不是六楼吗 怎么这么远啊 再上一楼就到了 一会儿奖励我一个鸡腿 就这么说定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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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哥 以后那个电脑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打那个名片上的电话 咱们都是随叫随到的 二十小时 谢谢 好嘞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好 谢谢 谢谢 没没没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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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走了啊 拜拜 拜拜 祝你孩子越长越好了 来了姐 好嘞 好嘞 痛得很吓 来呀 吃的东西好了 现在还得东西 家 小朋友真可爱 你睡了呀 阿姨 爷 我们是那个 男十字心电脑公司的 然后如果说 您家需要安装电脑 维修电脑 然后您都可以 打上面这个电话 我给您上名片 是不是 这栋楼呢 我们已经维修过十几户了 那服务质量肯定是业界第一 都有电脑吧 对 打这个电话 打这个电话来送我们 阿姨 咱们 咱们都是可以上门维修的 然后给您一个传单 再给您一个传单 看看这个 行 好 那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阿姨 再见 谢谢 打这电话 谢谢 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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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轻松 还没到创作会现场呢 一会儿别忘了怎么用电脑 没事 我相信我们 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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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洛汁 是你的日记 让我有勇气从无底往上爬 再等我一下 我会把五年所有努力的成果 带到你面前 大家好 我叫李涛 来自湖南的一个小乡村 大学毕业后 我在硅谷工作过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的团队需要做一款 这是我们的项目介绍 现在大家请看大盘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 老秀 来来来 真是的 还有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做创业说明了 走 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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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那边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跟我去美国把书读完吧 让我男朋友 给你找进好的学校 谢谢姑姑 这次你帮我 把我妈的事揽下来了 还出面处理了这么多债务 你们对我们家这样 我已经很干净了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 总归是一家人 咕咕 你放心 未来的路怎么样 就是我自己的事 我知道白手起家很难 但是我会从计算作弃 一步步把自己失去的东西 验回来 你能有这样的骨气和决心 非常好 咕咕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的 谢谢咕咕 来 加油 别让路只等太久了 嗯 和在座很多年轻的朋友一样 我二十岁上下的时候 也喜欢偶尔叙叙胡扎 或者把刘海撩上去 因为那个时候 我非常享受被人当成大人的感觉 那个时候心里总有一股劲 脑袋里会有很多 很有激情 很有创意 很勇敢的想法 可能 这就是青春吧 这个项目呢 它起源于我大学时候的一次创造比赛 在当时时间跟经费都有限的情况下 我和我的团队 完成了这款 儿童房总师手环APP 我们当时的初衷是想 用它来保证儿童出行的安全 有幸的是 最终 它投入了公益项目的使用 是 我觉得这年轻人 又是有这种姿势 你不错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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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ganzen时候 因为美食 可是男人 你这种既贞 唯生 最近在哪里 你是З variety 你能長逊 谢谢 谢谢 这边好 特别棒 谢谢 洛主任 来 给你看一样东西 好 大城集团他们点名 要求你当他们的知识产生顾问 他在上回你们聊得不错 你可要知道 这可是一个金牌律师 做了十多年 才能拿到的机会 没拿到 恭喜你啊 现在我宣布 获得本次 天使投资人投资的是 守护者手环创业团队 恭喜 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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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 这么多年 这种核子就没办法 我们对偶尔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 成交的最大一笔投资 谢谢 谢谢 万次奖招来祝好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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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啊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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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加油 做到了 全国外交易 你们的创意太棒了 特别的有人文关怀 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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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输给你们 我心服扣服 谢谢 传练练 一起加油 传练练 谢谢 幸福 谢谢 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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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明日学长 我注意你很久了 我 我喜欢你 默许 不是吧 我已经以为 小师妹喜欢 是老盛的 智商长了 全在一根长了 敬你一个 咱也在那洗劲是不是 小师妹 你看我怎么样 我觉得我也挺好的 给人家点私闭的空间 私闭 私闭 坐 坐 坐 其实打从第一天 你啃着包子到咖啡厅报到 睡着在沙发上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你了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不羞蝙蝠 肆意狂妄的男人 有 有发生 有些事假装不在意却 在日记争起一片蓝天 跟着你心里想借尽却 怕世界 惩恨着一场幻灭 有些话听一遍 当时剧分封面 从远山到刻着都失眠 也把无惯 也把无惧的事 被处理做了远 因为你而相恨的那年 又是在意却 那天 我会想借尽却 想借尽却 我会想借尽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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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爱到爱到又怎么办 像青春永不安 就让我们永远看不懂遗憾 我知道成长难免撕裂 像流浪与手掌的纸线 我知道眼睛对满在念 为了你便可以放弃一切 我知道是眼泪催促我们妥协 一次又一次认同抱歉 我知道是热烈填满爱的踏距 也输给这紧红的双眼 闹个小天 未来的答案 话还是一半 怎么不说完 听说你尝试多勇敢 要多少乐观 才无惧荒诞 谁不是一遍 闪过一遍等着揭穿 这爱的就狂烂 不敢爱到爱到有的怎么办 像青春永不安 就让我们永远看不懂遗憾 变孤独 变孤独 变狂欢 再来是一次不拒 徒劳的征战 变泪流 变圆满 请休息会所有调rupt你的风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真是毒死了 我走到了高架上完全都不动 气死我了 对不起吗 下次肯定也准吃 行了 我都认识你多久了 早就习惯了 新书 对 昨天刚出的热腾腾的 我特地让编辑给你留了一本 新一代高人气都会爱情小说家 最新立作占卜现代人的情感迷茫 行了 蒋百里出去了 看来你这些年谈的那些个惊天落地的感情 也算是没白糖 对 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不顾一切 追着那个男孩去贵州当了志愿者 其实到了贵州没几天 他就因为一个大公司的提供回了北京 果然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 不过 不过 我的那些磕磕盼盼的爱情 也让我想了很多 不管是开心的 伤心的 我把那些经验 全部都写进了我的网络小说里面 然后 就转去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让姐的身价大涨 我说你这画风转变得也有点太快了吧 那当然了 我在男人身上投入了那么多 如果不回收一点的话 那姐的青春可不就白火了 您好 您的咖啡 谢谢 请慢用 谁这么不识相啊 这个时候还发信息了 戈壁 她怎么还在啊 我还以为她早就消失了 其实她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发信息 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爱你 想你 每天都想念你 几乎照着三餐来 简直了 你俩现在是角色互换了吗 以前是你暗恋她 爱得死去活来 现在换她拼命求着你复合 是啊 我现在反倒不太想回复她了 其实戈壁和梦还早就闹掰了 然后戈壁去了澳洲读书 但是一直毙不了业 她爸说如果拿不到学位的话 就不让她继承公司了 不管她继不继承公司 都不关你的事了 是啊 我觉得吧 都对她浪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该为自己负责了 说不定她吃点苦头 对她来说还比较好的 来 恭喜江大作家 演了这么多年的肥皂剧 终于演到头了 不当圣舞改当教主了 那我也 祝福落大律师 身价水涨船高 再高下去我都快不快不及 事业方面祝你 那我不用担心 爱情的话 你一定会等到她的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好 好 在这个繁忙的城市里 在这个最多愁善感 又最灿烂的季节 我们可能每天都望着同一片天 听着同一首歌谣入眠 捡起同一片叶子 然后等待着 下一次相遇的奇迹 给新郎补个妆吧 好嘞 来 新郎 我来给你补个妆 我们来给你补个妆 我们来吧 然后来吧 我们来给你补个妆 看着我们要竟然 你就还不预挤 你们好 我就这么想 都在这一场 你走一会儿 姐姐 我今天工作出外景 在公园这儿拍婚纱 碰巧拍下这张 觉得该给你看看 来吧 这五年来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好像淮南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不管我走到哪里 不管我在做什么事情 她总是默默守护在我身后 支持着我 鼓励着我 就像在那十五年的暗恋岁月里 我总是追逐着她的背影一样 当两物在同一点交汇 英文是 在中文则称之为巧合 在爱情里 巧合与偶然 有时是同一回事 偶视成双 意味着彼此相遇 这人遇见了那人 当心灵投气的两人 在人生路上相互吸引走近 此时的偶然 反而更接近失所必然 爱情就是十三年产与十七年产 漫长地相互等待 相信彼此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智树禅 一生只期待一次相逢 否则宁愿孤单 譬如北美的周期禅 英语化周期分作两种 十三年禅于十七年禅 十三与十七都是智树 也就是说 这两种同属的禅 若要相遇繁衍 必须等上两者的最小功倍数 即二百二十一年 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 如丝圆惠 远远超越了三生三世 青春是交换的半双铃 山歌星才能说出坚定话语 我爱你 舍不得让全世界 收护我的秘密 人总要学会独立 我爱你和你没关系 人总要学会独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终于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一直都在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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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form 燕子带齐国出使楚国 楚王特意安排了一个在楚国偷东西的齐国人 试图证明齐国人本性不端 燕子回答楚王说 局深淮南则为局 生于淮北则为止 意思是说 此人在齐国并不偷盗 在楚国反倒为非作胆 暗示是楚国的风气影响了他 与齐国无关 燕子的回答既保全了齐国的体面 也让无理在心的楚王自参败富 在我看来 楚王固然不对 但燕子的回答也的确有待商榷 我们不能单凭出身去论断一个人 但也不能将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全部归咎为环境 在座的各位 都是振华高中的学生大使 作为曾经其中的一员 我鼓励大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只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 平级的土壤也能开出最美的花 收获最甜美的果实 好了 我今天跟各位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同学们 师姐讲的话 大家都要好好记住 洛职师姐曾经也代表我们学校 去缅甸交流 表现那是相当地优秀 洛职啊 特别感谢 百忙之中 能来到学校 才给同学们做指导 一种技术的优秀 客气了 王主任 我正好也是需要收集一些资料 所以顺便回老家一趟 再说了 迷回母校做演讲 也是我的东西 你们还在聊那个梗呢 有完没完啦 有完没完啦 有完没完 洛职啊 是这样 你还没来的时候 他们就在议论你的名字 燕子春秋里面说 菊比菊要好 你那么优秀 应该叫洛菊 不应该叫洛职啊 洛职啊 你是淮北的还是淮南的 我是淮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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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职啊 在这儿签个道 一会儿去大礼堂集合 参加校庆活动 我就不陪你了 就接待一下领导 你一见吗 来 这个世界有多甜 圈固平凡的少年 欠你的硝烟地球转一圈 好把一辈子晕眩 别偷听我的心愿 我想他已经灵厌 等无边的黑夜 输给地平线 前程孤单的终点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 也许每一步都是瓦解 不过时间问你怎么学 这场暗恋的时间太漫长 常到足以欢欣每个人的暗恋回忆 这场暗恋的时间太漫长 常到足以欢欣每个人的暗恋回忆 这就是关于青春年少时 爱上一个人的所有心情 而暗恋最好的收尾便是 我们将单纯的喜欢 变成了欢喜的结局 我明白总有些遗憾 只能亏欠 但求着本旅途中找喜悦 感谢你说你恨了一句 陪我滴答明天 滴答滴答 你视而不见 滴答滴答 你白看不眼 滴答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清晨是否终究会散传 为什么快乐也同时伴随空荡 有一句话我还来不及 对你讲一起的愿望 我喜欢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有一片浩瀚的星空只为你闪耀 你从此后拥有我专属的怀抱 不再是孤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